小姐 我们到了 娘子 时月的山风已经冷了 娘子刚刚生产过 不要动作才好啊 施主 你们可是宫里来的 住持师父已经跟我们吩咐过了 让我们带姐妹进去 请 多谢 娘子来了 有劳住持等候 不妨不妨 贫妮法号 敬案 宫里来了旨意 说娘子是待发修行 即便如此 入寺修行 戒律 是一定要守的 是 你既已入寺 便不再是宫中的贵人 自然要远离红尘 也不得再用旧称 你就随贫妮的弟子辈 用墨字 你眉宇之间 隐有愁容 便好 莫愁吧 住持苦心 我心中灵烧 既入寺修行 是不该有人伺候的 只是宫里发了话 准你访从前舒太妃 罪过罪过 是冲敬先师 为先例 那 两位 就跟着娘子身边 修行吧 谢谢住持 多谢 甘露 能解世间悲愁 你已远离红尘 就将烦恼抛却了吧 这是静白 他掌管本寺 一应起居杂事 你日后有事 找他便可 时候不早了 娘子先歇息吧 多谢住持安排 请随我来吧 请随我来吧 就是这里了 你们自己 稍事稍事吧 唉 娘子坐下 小姐先坐坐 我去设置一下衣服 有什么好设置的 不过几件替换衣裳罢了 小姐的法号真是特别 莫愁 不像是寻常的法号 倒像是规格小姐的名字呢 就只是想告诫我 既如此修行 就不要想着 从前世俗的忧愁烦扰了 也是 从今往后最要紧的 就是日夜铸刀 希望父亲 母亲 欲饶龙月 一生平安 这也是我唯一所愿了 这也是我唯一所愿 小姐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唉 娘子刚刚生产完 怕是今日车马劳顿 有些不好啊 这可怎么是好 找些红糖来兑些热水 热热地喝下去才能好 算了 这一世半会儿 哪来的红糖 忍一忍算 那可怎么行啊 月子里的冰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要不然 落下冰根可是一辈子的事 这样 桓碧 你好好地服侍娘子 我到隔壁去找姑子们见下来 好 小姐 我扶你去休息吧 唉 师父 有没有红糖啊 师父 师父 今晚有没有红糖啊 师父 能讨一些红糖吗 唉 静白师父 今晚此时可有红糖啊 嗯 真坏娘子刚刚生完孩子 怕是一路上受了寒 你可有红糖 能讨一些吗 静白师父 他们都说没有红糖 也没有人理咱们 方才住持还说 是仿着从前舒太妃的先例来呢 可是这一转身 就连热汤上水都没了 嘘 那边好像还有一间空屋子 不晓得你个师父住着 我再去寻寻看 你好生照顾着 师父 唉 你谁呀 师父 你是不是刚生过孩子 是 已经第七日了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 活该 这个足够你喝 喝了 别再出来吵人 红糖 足够有两斤了 这个 我总以为那些出家人 都是以慈悲为怀的 怎么这里的姑子 说话都这么粗生大气 和宫里那些人一个模样 咱们是被废去位分 逐出宫门的 无权无事 受人白眼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刚才这位姑子 虽是冷口冷面 却是一副难得的热心肠呢 宫主真是玉学可爱 很像她母亲 以后龙岳的额娘就是靖妃 朕已经废去婉平的封号位分 逐出宫中 退居京郊的甘露寺带发修行 都把公主生了 怎么还这么倔 婉平要与朕长觉 朕不勉强她 审得公主跟着这样的额娘 学得不成样子 也是 端妃已经抚养瘟仪公主 靖妃也算是个稳妥的人 对了皇上 婉平离宫后 嫔妃就更少了 趁着公主出生的喜事 也该封几位平位了 你觉得谁合适 齐贵人阿玛有功 又是满君齐贵族 是合适的人选 你不觉得惠贵人 也可以进风了吗 婉平离宫正是因为性子 过于倔强 身为皇上的妃嫔 善解人意 温婉顺从 是第一要紧的 惠贵人的性子也很倔强 臣妾认为 眼下还不宜进风 你看着安排吧 这怎么回事 乌烟瘴气的 靖白师傅在犯冬天的炭火 偏没有我们的 就扔了一些干柴给我们 让我们自己烧成炭火用 那里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现成的炭火吗 有是有 只是 莫愁是来奉旨修行的 还是来享福的 敬白师傅 这样烧炭火 要烧到什么时候去啊 我们娘子 出了月以后 身子一直虚弱 应可否照顾两日 给我们一些炭火 好歹 好歹我们娘子 也是奉旨来修行的 奉旨修行 那都是说给外头人听的 咱们寺里的人 姑姑可用不着 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吧 俗话说得好 瞒上不瞒下 真大量咱们全是傻子呢 谁不知道 莫愁是从宫里 被赶出来的呀 我再有个好法子告诉你 后山里的树多着氏 你们自己去砍下来烧柴火 也是一样的 这可不是宫里 要什么有什么 娘子也不再是 从前的娘娘了 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娘子 娘子 安事求人不如求己 正是 小姐身子一向虚弱 怎么可以这样劳作呢 而且 小姐一向是养尊 储佑惯了的 再养尊 储佑也是从前的事了 这经班明理案里 给了你们这么多话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们辛苦 自己坐享其成 娘子 动不动 娘子既然这样说了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只一样 娘子现在身子还没有好权 还是很虚弱 要能走动呢 就去捡些小的柴火来 像砍柴啊烧炭这样的脏活 还是我跟幻碧姑娘来做吧 好 好 好 мин 是 海 我 你 大家 你 对 我